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分享面粉 首先用350克温水,化开3克酵母 倒入500克中间面粉中,搅拌成抽糊状 盖上盖子,发酵至2倍大 开水泡一把粉丝 再切两片老姜 一把小葱 葱白和葱叶分开 200克猪肉 切成小块 然后一起放入搅油机内,搅成末 粉丝可以和肉一起放进去,更方便 搅好之后,加入葱花,甜面酱,蚝油,生抽,盐,胡椒粉 少许清水,搅拌上进 再准备半根玉米,切掉玉米粒备用 面糊体积变大 有拉丝状态,就发酵好了 稍微搅拌一下,排气 可以提前一碗 调好面糊,放冰箱低温冷碳发酵 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按盘上抹油 把面糊拿过来 不用揉,直接整理成长条 再切成八等份 这个面团很粘手,不擅长面食的小伙伴 我们可以用500克面粉加300克水 混成软面团 软面团比面糊更容易操作 面筋子稍微整理一下,排成长方形 抹上一层肉馅 再撒上一层玉米粒 放上玉米粒,口感会更好吃,而且香不腻 从尾端卷起 从尾端卷起 两端捏合 收口处捏薄一点 接住铲子 放入预热好的拼里锅内 然后再稍微整理一下形状 等着上面再刷上一层油 这样口感更柔软,凉凉也不会硬 撒上一层生芝麻,轻轻拍结实 盖上盖子,小火烙三分钟 然后翻面,盖上盖子,再烙三分钟 我们可以反复多翻几次面 直到烙到两面金黄,变子鼓起 按压可以快速回弹,就熟透了 用电饼称的话是上下开关,鲜饼模式 每面各烙四分钟即可熟透 这是我琢磨了一夜,想到的玉米鲜肉烧饼 非常的柔软,劲道,好吃 拼里锅烙的会更柔软 再来炸一杯香蕉芹菜蜂蜜汁 这个可以牵肠排毒酱压 口感也非常的不错 非常简单,营养美味的早餐 喜欢就收藏一下吧